一样的富贵,一样的爱情不顺心,里芝亚的真实人生很顶楼。 要说近年来最初圈的韩剧是哪一部,那一定非顶楼莫属了。 故事发生在韩国上流人士居住的顶级公寓赫拉宫殿里, 以三位不同性格、不同身份的豪门女性作为主角, 揭示了上流社会浮华的外表之下,充斥着利益、复仇和金钱。 赫拉宫殿里每个人物都出生于豪门,家财万贯,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有位演员,她不仅在剧中扮演的是白富美,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也是一个财阀名媛。 她就是顶楼中沈秀莲的扮演者李志雅。 这位大小姐本名叫金上恩,后来改名金志雅, 最后以李志雅作为一名出道。 李志雅的祖父母都是韩国十大财团之一玉英财团的大股东。 玉英财团是韩国经营教育行业的最大财团, 不仅口碑好得网高,而且每年收益可观。 相关报道称,韩国著名艺术中学首尔艺术高中的旧址, 就曾是李志雅家族所赠。 不仅如此,李志雅家里还有一套别墅,是前总统的同款。 除了一样的富有设定,她在娱乐圈历经的荒唐事儿, 一点不比神秀莲的差。 17岁时,李志雅开始进军娱乐圈, 第一部戏就是与韩国著名隐心裴永俊搭档出演《泰王似神迹》。 剧中,她和裴永俊上演一段美丽又心痛的爱情故事。 演员阵容刚曝光时,观众们都觉得非常迷惑。 李志雅这个新人不仅年纪偏大, 而且第一部作品就是与裴永俊合作,究竟是何方神圣。 但是电视剧已经播出超高的人气和收视率证明了李志雅的实力。 她用精湛的演技有力回击了韩国民众的质疑。 凭借该剧,她斩获了MBC演技大少女子新人奖, 更是与裴永俊获得当年的最佳情侣奖。 2011年3月,李志雅在拍摄电视剧《雅典娜》《战争的女神》时, 被媒体拍到和同资演员郑与盛同游巴黎, 随后恋情曝光。 本来巨男美女与天生一对, 大家吃惊一阵子就过去了。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, 没过多长时间, 还没又放出一条包扎性的消息。 内容主要是李志雅和徐太志多年隐婚, 所以李志雅也被扣上了出轨的标签, 而郑与盛一度被认为是插足徐太志和李志雅婚姻的第三者。 过天盖地的谩骂让两人窒息, 仅仅维持三个月的恋情随之结束。 其实当时的媒体并没有提及李志雅和徐太志早已离婚的事实, 1993年, 16岁的李志雅在美国留学时结识在美国演出的徐太志。 要知道徐太志这个名字在韩国娱乐圈可是颇有分量的, 徐太志凭借乐队徐太志和孩子们出道, 这一组合可谓是90年代韩国人气最高的组合之一, 更是被称为韩国偶像团体的鼻祖, 风靡整个韩国。 1997年, 徐太志和李志雅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办婚礼, 在两人婚后, 李志雅为了保护丈夫徐太志的事业, 对外隐婚14年, 甚至在结婚的7年间, 李志雅与家人之间没有联系, 可甜蜜时间很快消失殆尽, 据双方所说, 其实早在2000年6月开始, 李志雅和徐太志已经分居, 后来力道极致的李志雅终于选择放弃提起离婚诉讼, 但离婚协议在2009年才正式生效, 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出现之后, 很多网友以为郑与盛并不知内情被李志雅骗了, 其实在两人恋爱初期, 李志雅就向郑与盛坦白自己曾经和徐太志的婚姻过往, 这一点郑与盛在2012年的访谈里也说到了, 他很艰难的说过一件事情, 在出现报道之前他已经在巴黎告诉我了, 我知道了他与那位交往的事实, 知道了结婚和离婚的相关内容, 只是在那场离婚风暴的舆论中, 具体的事情究竟是怎样的, 没有人想了解的那么详细, 与前夫和前男友告别了的李志雅成为了一个事业女性, 2013年他出演了著名编剧金秀贤的作品, 叫做《结婚三次的女人》, 可能是受到隐婚事件的影响, 结婚三次的女人之后的青年时间里, 其他的戏粉基本是配角或者客串, 没有太大的动静,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的就是顶楼, 李志雅也凭借着沈秀莲一决再度翻红, 获得了观众的无数好评, 惊奇他与李东旭、金刚银、温流、李秀贤 一起出演了GTBC的综艺节目《盼望的大海》, 人生如戏,其如人生, 这样一看,李志雅饰演的沈秀莲还真是本色出演, 下一个角色要不要换一个类型呢? 如今的李志雅早也走出了曲太志, 正与胜这两个男人的光环, 告别错爱的李志雅成功逆袭, 原本就衣食无忧的他通过自己的努力, 以及对角色的打磨塑造, 把演员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了自己的事业, 在《贝多芬病毒》中, 在剧中他演奏小提琴那样子, 简直美的就像一幅画, 《我也是花》中他化身脾气火爆的女巡警车凤善, 三次结婚的女人中, 他扮演的购物频道主持人吴恩秀,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 《我的大叔》中, 他饰演男主人公李善君的妻子, 真的是超级漂亮有气质, 当初那个人人寒打的出轨女, 被他自己用实力成功碾碎, 现在的她是名利双输的韩国女演员李志亚,